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5月27號星期四的早上時間 今節有我許劉山 還有小白熊社長 紐西蘭的Raymond Wong 大家好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回到我們的早晨香港版的時段 禁節打頭陣 怎麼跟大家說呢? 待會沒多久就是《壹傳媒》 說隔了這麼久終於要復牌了 是吧? 較早前就說因為肥佬黎 他的個人資產要被凍結 某部分就牽涉到《蘋果日報》 就是《壹傳媒》他們的股份 所以就要停牌了 復牌我想小股東也好 還是大股東也好什麼都好 對於股價的上落 我想都開始叫做沒感 開始沒什麼懸念 是吧? 尤其是之前那些什麼《風骨投資法》 買了它 高位入了那些 買了《壹傳媒》 他們現在都可能當了自己 都不是《風骨》的了 那些叫做蝕到入骨了 跟《壹傳媒》 跟肥佬黎共存亡 是 去到這個位都要不放 或者對於買了它的股票 升還是跌 什麼都好 毫無懸念的 這些才叫真真正正的《風骨投資法》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攤得出來可以買《壹傳媒》的股票的 其實是無任歡迎的 是吧? 我們都不可以分政治立場 想不到 原來呢 新進KOL 林鄭就是KOL的 梁振英先生呢 都是他們的小股東來的 嘩 厲害啊 難怪愛之心 恨之切 雖然說平時叫責之切 愛都可以變成恨的 愛的反面就是恨了 怪不得呢 梁振英先生呢 這段日子來講呢 對於那個《壹傳媒》 甚至是 其實他集中火力 對《蘋果日報》而已 那個苛澤啊 可以說叫做傳承啊 都可以拿來做一個叫做傳媒的焦點啊 哇 為什麼你對於《蘋果日報》這麼深仇大恨呢? 是不是 如果這樣倒回來看呢? 他會不會買得很厲害 所以蝕了很多 所以這麼誇張呢? 這個我們搞笑的這樣說 因為曾經試過呢 在30分鐘裡面 連環三個Facebook的帖子呢 都是要質問回《蘋果日報》它不同的東西 例如問是不是新聞機構啊 又說保安局現在宣佈凍結你的股份怎樣怎樣啊 又說什麼時候服牌又停牌啊 哇 很厲害在那裡講啦 又說他們什麼 幾天前啊 張劍鴻啊 洪哥啊 又說什麼回應 什麼取替啊 什麼很荒謬的 半個小時內寫了三個啊 還要呢 不是短的啊 有短有長啦 長的那些呢 其實那個理據啊 還有那個前因後果呢 都是清晰的啊 梁靖英先生不是亂發炮的啊 就是前前後後上問一下你 還有幾個帖子呢 都是有互相的那個呼應在那裡的啊 你說要半個小時寫完呢 我想都有一點點難度的啊 可能它已經了言於空了 寫了出來啦 那它一醉新的那些什麼動作呢 那這位小股東呢 終極一擊啊 就是呢 要向壹傳媒呢 發律師信做他們今天服牌的賀禮啊 那我們重點講呢 梁靖英先生這位KOL 有些什麼說法 就是為什麼要先給律師信呢 那他都很謙卑啦 就說自己呢 我是小股東來的而已啊 那在這個壹傳媒呢 發了那些通告那段的時間啦 那其實梁靖英先生呢 這位KOL就發文 他就說啦 黎智英的股份呢 就在5月14日被凍結 那第二天啦 這個《蘋果日報》的報導就說 就說什麼呢 張劍紅的公開指呢 事件呢 就跟這個壹傳媒集團的股口呢 就無關啦 集團呢 和這個《蘋果日報》的運作呢 和資金呢 和財務方面呢 絕對不受影響的 到了5月17日的時候呢 一傳媒呢 就叫短暫停牌啦 還在這個公告裡面呢 就指呢 發出有關黎智英持有的資產 和這個股權被凍結的聲明 聲明呢 屬於內幕消息公告啊 那好了 那這位KOL梁靖英先生質疑什麼呢 時隔9天 一傳媒仍然都沒有發出承諾聲明 就是承諾的聲明 也都沒有復牌啦 那有傳媒也都引述 市場人士說什麼呢 一傳媒可能呢 變成復牌無期啦 所以他就說了 有理由相信呢 這個張劍紅作為這個一傳媒的CEO 和這個執行董事呢 在5月15日的公開講法呢 是疏忽 不負責任 蓄意誤導 公司和其他董事呢 也都沒有更正這個澄清 也都同樣呢 有這個法律責任的喔 他說他作為這個一傳媒的小股東啦 昨天已經委託了律師呢 和這個執法機關 投訴這個張劍紅 和這個執傳媒 和其他董事 要求徹底調查 即使呢 送上這個律師信 做這個賀黎 復牌的賀黎 都挺過癮的喔 是啊 這個挺有趣的 其實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你說這個叫實質作用 或者對於他們那個集團的影響有多大呢 如果以法律方面來看 應該那個影響就不是那麼大的 只不過呢 現在反而呢 他拿到媒體的那個眼球呢 那個影響是更加大的 不過我有一點點擔心 如果你送這樣的賀黎 給他們呢 那會不會又激起了某一些黃友呢 他們 即本來對於 即什麼服不服牌啊 因為那些黃友呢 大部分來講 都不是那麼多說對於他的股價有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對於他們服不服牌呢 其實那個意義呢 都不是那麼大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想看他 究竟壹傳媒 或者蘋果日報呢 可不可以能夠繼續運作下去呢 如果你現在這樣讀他這一件事呢 或者有些人就覺得 哇 好啊 打落水狗 打他 但是究竟你這樣打這個落水狗 你究竟是不是在打他呢 是不是呢 只不過呢 是令到媒體上多了一件事去討論 肥佬黎 他有前科的 他之前呢 有出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他拍了一條視頻 他就說 各位朋友 我想大家幫一下我們 啊 我們真是經營困難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啊 記得 課金啊 他自己拍了一條視頻 就是叫人給錢啊 我們經營困難啊 大家真的要幫一下我們 他真的這麼說的啊 這次 當然他現在進了監獄啦 拍不了視頻啦 但是那個張劍雄 他可以拍的啊 是嗎? 紅哥他可以拍的啊 這位紅哥 當然我們叫他紅哥 他也是一生意啦 玩他啦 歌前歌後三分險 我們真的不支持他 不過 他是老硬的 我自己粗淺的看法 就是這傢伙是老硬的 究竟之後會多嚴重呢 就不知道 現在 不過應該都 斷鼓都很嚴重的 那 他可以拍一條視頻啦 就說我們被梁先生打壓啊 什麼什麼什麼 你看看 這樣追擊我們的啊 又可以作一條片出來 作一下又被打壓 或者可以預先踢爆他們可以怎樣玩 就是讓他們封了他們的門嘛 是不是 我們也想封了他們的後路先 不是教他們做 我們也想梁先生的封信 那個效果是更加有成效的嘛 大家不要亂留言 罵我們 萬一 張劍可以有什麼玩法就是呢 又開一些員工大會出來 朗讀這封的律師信 眼濕濕 下巴有滴汁 他要朗讀這封的梁振英先生給他的律師信 跟著再回應一段用來激勵士氣 激勵一下大家的士氣 他不是只是激勵員工的士氣 是想借著媒體告訴大家 我們不怕 伏牌之後呢 都不怕這些什麼律師信 我們是夠資金營運五年 現在呢 其實他取開了一條數 也都公佈了呢 他們大約呢 那個銀彈 是可以支持到他們呢 是多久的 還有他們所謂叫做借貸那方面呢 其實大概就九千萬嘛 他們都說的 不用擔心 都會按本來的那個時間去還的 我不知道梁先生是怎樣的 就是可能覺得 喂 我再追擊他們下去 等他們呢 更加沒有那個叫做廣告收入 那就更加難叫做維持下去了 那他們現在靠什麼收入呢 還是怎樣呢 我們呢 不需要這麼擔心 也都 有些人很多什麼揣測啊 有些什麼KOL 也好 不是梁先生啊 有其他 比起梁先生啊 弱雞很多的 都說自己是KOL的那些呢 又在那裡說什麼快要倒閉啊 還是怎樣的 又是什麼沒有收入啊 還是怎樣的 不要這麼快限定 因為他們是這個上市集團來的嘛 接下來呢 就公佈到 你才能看得到 究竟那個主要收入來源 如果你真的要咬它的話 你等著那個財政年度的報告出來 你知道它的來源 你看著它最大收入在哪裡的 你才咬下去咯 你現在亂這麼咬啊 亂這麼說的消息 其實沒有意思的 那些什麼意見領袖呢 真是很老實講啦 或者都可以向梁先生參考一下 做一些實際一點的 你只在那個節目裡講的那些 太過陰謀論的那些 什麼我收到封啊 還是怎樣的 就不是那麼好 講起這個呢 伏牌啦 有位仁興呢 都不是伏牌啊 叫什麼叫敗部復活呢 就是想當年呢 其實都不是沒有多久的事 就說輸了給陳子惟的 就是這個區議會選舉那裡 那為什麼輸了給陳子惟呢 相信我們都不需要再重複太多了 這個叫做葉澳東 最近的時候呢 一個被傳 被傳 都被說到沒有什麼人看的節目 就是林鄭月娥在港台 就是做主持的節目裡面 就是講一下那個 那些選委啊 這樣那樣啊 其中有一天呢 有一個嘉賓呢 就是這個 曾經說輸了給陳子惟的叫做葉澳東 叫他上去講 那當時我都提過一次了 林鄭月娥在節目裡就叫做世侄的 那這個世侄呢 究竟背景又是怎麼樣呢 他是葉國謙的侄來的嘛 是的 沒錯了 葉國謙的侄 那他的爸爸呢 就是前市政局的議員 那叫做葉國忠 那他也都做過呢 這個《文匯報》呢 政治版的記者的喔 那他其實在2008年起呢 就參加了這個 油尖旺的區議會補選勝出的 那其實一直都在做這個議員的了 16年的時候呢 也都出任過油尖旺的區議會主席的 那沒辦法啦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所謂叫做爆大冷啦 就被陳子惟贏了啦 那後來就重返這個《文匯報》 那現在就做一下那個叫做助理總編輯啦 那他也都有其他那些公職呢 都有份幫忙的 包括了些什麼呢 防委會的委員啦 這條路都頗多一下的 那好啦 最近就說了喔 因為啊 較早前呢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副局長呢 就因為健康的理由呢 就辭職了 那個委員呢 其實沿空了一段時間的啦 那現在就說了 但是葉澳東啊 就可以將會出任這個政制庫務局的副局長 那一下子呢 又被什麼陳子惟啊 贏了他之後 隔了一段日子了 那姚新一變呢 就變了副局長 我看到很多媒體很搞笑的 他們聚焦呢 都是聚焦了 他本來區議員 是三萬多接近四萬的月薪 哇哇 這個月薪一跳跳到二十萬啊 說他什麼大翻身 又怎麼樣 那很多皇輩都說了 那他們聚焦呢 都是那個錢 喂 不要一下子就看錢啦 是不是 你看看人家是不是做事還是怎麼樣 難道就是被陳子惟去做什麼 這個副局長 沒有可能的事來的嘛 你一看就知道 究竟是不是幫香港做事 或者是真的在做事 是不是堅勞的人 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 這個葉奧東 橫看店看 躺在那看 前前後後看 這個明顯啊 都真的會被陳子惟做到事的啦 還有一件事情 陳子惟之前那個那個 什麼牆牆爆死他 他都是走回去找葉奧東幫忙的 就是叫人問葉奧東 跟著還罵人抽水嘛 他高下立見的了 就是那些黃梅呢 就不用說這麼多 就是講人家的背景啊 又說現在 我怎麼啦 沒有了個區議員啊 被你帶回身 拿回個副局長 二十萬啦 夠啦 不要吵啦 這種角度 這種態度呢 其實呢 就相當之 肉酸啊 還有會令到有一部分 他們那些黃油啊 就是那個病情呢 是更加重的 就是這樣啦 就是有一件事情 是陳子惟贏的 陳子惟贏他 面皮夠厚 陳子惟厚到很厲害的 他是 就是我是想不到 他面皮可以厚到這樣的 就是如果是我呢 我就不好意思 打電話給葉奧東的了 那個情況就是 他的面皮可以厚到 直接打電話問葉奧東 還說到自己很威風那裡 真是很厲害的 這個人 其實 是無敵的 某程度上 是 人無恥就無敵 這個也是有些人的說法 這個無敵 他是不死狀態 就是他夠膽呢 突破常規道呢 就 說放新年 農曆新年假呢 要放到初十八嘛 突破了常規 就是放半個月假 是很厲害的 是很厲害的這個人 那還有 真的寫了一個伏字 他當時參選的時候 就寫那些有些什麼訴求 有什麼831委員會 還是怎樣的 就是調查太子 但是呢 去到這一刻呢 他也都說自己呢 二次向媒體說自己是會宣誓的 那這個是人無恥 變無敵的終極境界 就是雖然他的樣子是按摩摩 但是呢 他的無恥程度呢 都是十分之叫無敵的 那當時呢 其實看回呢 葉澳東呢 他沒有了區議員做之後呢 其實他不是完全放棄了那個社區啦 他也都在另一些的 不同的委員會那裡 發揮回他的角色 希望可以叫他 繼續服務到這個街坊 還有 他不想在那個區裡斷 這些你看回呢 這些人呢 其實是真的希望 希望對那個區有感情也好 對那個社會那個貧僧白態呢 是有感情的 所以才不會放棄的 如果正常來說 大家自己有份工要做的 要做副總編的 其實辛苦的 都 雖然你對於他這份報紙 怎樣批評都好 但是呢 都真的是一份報紙來的 他怎樣去做 怎樣去處理 還要抽身去不同的委員會 甚至乎好像無勞無聊聊 這些陳子惠打到來問 或者甚至乎登了他的電話出來 叫他轉介幫忙 還要罵他 叫他不要湊我水啊 我叫你幫忙啊 不要湊水啊 這樣都可以 這樣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你看到他 就是一個有心為社區 之前是見到為社區為主 也都是有從政的心 如果給他做副局長 我覺得都是OK的 加上他現在 又不是年紀很大 看得好像是大概40歲左右 都 纏到一片光明 那就給他點心機了 他做副局長 就比之前 那個 何啟明 何啟明那個爭議 應該是少些的 因為 何啟明他 老實實 你貼得賣何辰的 根本上有一部分人 都覺得你剩下的 某程度上 上次給一個委攻聯會 某程度上 都叫他不要再亂搞了 那這次就不是的 這次 葉浩東一直的那些言論 都是很正常的 不是很極端的人 就是民建聯 你看到他應該是下一個梯隊 就是葉浩東這些 那民建聯是比較 就是我自己粗淺的看法 就是比較正路一些 這些比較正路一些的人 其實應該給他一些機會 是的 民建聯有些人是不正路的 譬如 經常接受洞房訪問的那些 根本 那些不正常的其實 他純粹為了選票 才去接受那些訪問的 就是各樣東西都要發表一下意見 就是有一位哥哥其實他都不選的了 但是 他還要經常接受洞房訪問 其實對整個香港社會的損害都很大 是 這些默默耕魂 去一步一腳印在這個社區 這些真是驅佬做戲了 也都是願意去踏石仔 也都是叫做不介意 你們看得出的 就是跟之前何啟明的時候那些 就是亂差這麼說 他這個只不過是踏石仔 輸了給陳子惠的話 他也都沒有說一些 晦氣說話也好還是怎樣也好 所以這次見到他做副局長 我都是樂見的 是正向的事來的 可能有些人聽起來好像 這些新聞好像不是很juicy 我覺得這些 可能不是那麼顯眼的東西 應該要拿出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講到分享分享 哇厲害了 遲些會有機票跟大家分享 因為香港的朋友仔去旅行 或者熱愛去旅行的程度 可以說是世界受 認了第二 都很難有人感應第一的了 還有成精成霸 成神都有 神聖合霸什麼都齊 就是在說機管局推出這個抽獎計劃 向已經接種了疫苗的人 豪派 不要說我派 送了6萬張這個機票 哇厲害 那我先講一下怎樣先 好不好 因為大家怎麼派怎麼送 那不是全部6萬張都給了市民的 有一部分是給他們自己的員工的 那員工聽到我相當之開心 是不是 發言人怎麼說呢 6萬張送出的機票裡面 有5萬張呢 是在今年的9月底 送給已經接種了疫苗的市民 那1萬張就送回 剛才所說的給一些機管局的員工的 那局方呢 也都會額外 另外再自己買多1,000張 用這個抽獎形式呢 就送給已經接種了疫苗的機票 機管局員工的 那即使呢 如果你是接種了的機管局員工呢 有機會你可以起個孖 起碼有兩張機票 聽到都開心 是嗎 是啊 那詳情呢 那些抽獎計劃那些 就說稍後會公佈啦 那機管局呢 就初步預計已經接種的市民呢 到時報名參加呢 那就OK了 那截止呢 日期就是9月底啦 那就再說回機管局自己呢 也都有為他們的員工 4月20日起呢 已經是提供這個 接種疫苗之後提供了優價的 員工呢 在接種第一針的疫苗當日 第二針的疫苗當日 和第二天呢 加起來呢 是可以有三天假期的喔 那真的可以 讓你們休息一下啦 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因為有些人呢 真是說有些少反應的 那或者我不知道心理上 實際上呢 有些人呢 我聽過打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 你不是心理上的啊 這個 是不是啊 又覺得很口乾 要多喝幾杯水 那你留在家喝多幾杯水了 每個人反應不同的 不過 不需要太過緊張啦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團體啊 覺得自己 是想搞這些 的大抽獎啊 其實都可以的喔 你們自己 那個團體 會不會扔些錢出來搞呢 是吧 因為 有些團體啊 他們背後 我看到又有些什麼 什麼大貨啊 有些什麼上網的產品 那些賣啊 還是怎樣的 你其實可以扔人心口的嘛 你當一個 marketing的campaign這樣 你去扔一下不同的sponsor 又扔一下有沒有sponsor 就說 如果我想搞個活動 就可能我看到什麼公民 什麼好過叫人聯署啊 還是怎樣的 是吧 簽完聯署又不知道去哪裡的 實際就是 你拿得到這麼多這些產品回來買的 為什麼你不扔心口 拿一百萬 一百萬的禮品回來 就好送 真的好像長媒人那樣 你要介紹一下 例如花菇一萬兩 就是一萬兩派給一萬個人 每人派一萬幾多 幾兩花菇 一萬兩派給幾千人 那你起碼都有一些東西派一下嘛 由誰誰送出 那你讀出這些的 那已經是一個宣傳 加上你又說自己是什麼KOL 又說是上市啊 還是怎樣的 這些這樣小小的 當然你不可以去到 好像機管局那樣 派一萬六萬張機票 那你派那些什麼花菇也好 或者什麼曲奇餅也好 曲奇餅一萬罐 以你們的聲勢 扔心口 扔一萬罐曲奇餅 回來都扔不了的 那要扔你們兩槌了 是吧 其實不同的團體 自己都可以試一試 就不要走去拿著一個標誌 拿著政府的鼻子 叫他派五百萬一個禮拜 那這些沒有意思的 是吧 沒有意思的 還有你不要 怎麼說呢 罕他人之概 這件事情其實是最不好的 就是叫政府做這個做那個 那樣 你自己說上市 你不如自己做 做了先啦好不好 就是 自己做了自己做的事情 政府 其實如果拿誘因出來 就不合適的 很坦白說 就是拿錢來派那些是不合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事情 政府都是要市民配合去做的 就是舉個例子 是 舉個例子就是那些 就是調查那些什麼 不會有誘因的 可能送過鑰匙扣的那些都叫做誘因 那我不知道 很多事情是要市民配合去做 你一 開錯這個頭 一件事都收錢的話 那時候很難搞的 是啊沒錯 收錢 收錢才做 就是你用到錢這個 就太過 不是這麼應該了 就是用錢來量化了那件事 這個也都是一個壞的風氣來的 是不是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他們自己扔了 不過呢 如果你想扔 扔人心口 扔一些sponsor出來 這一間就不需要扔了 也有很多網友傳給我看 就是寫著 許劉山宣佈清盤 其實呢 我都是借用它這個名字而已 和我就無關的 這一間店舖 那我也很喜歡吃它的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 尤其是它那個 西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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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後來出了一杯一杯 其實都挺方便的 一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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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但是都不會差那麼遠 可能它和一個北角區 一個駐蚂抹角的那一間 那個價錢那杯 可能剛才我講的那杯 不知道綠色又怎樣的 還有一些芒果 還有一些椰汁 都挺好喝的 嘩 不同區的那杯可以差了十幾塊的 這個感覺就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舒服 還有它叫你買兩杯 你買兩杯會便宜一點的 第二杯會便宜一點 但是你抽不夠兩個人的話 你又覺得自己好像很虧 不如我不喝了 那個經營手法 太多太多不同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變相就沒有人喝了 台灣都流行的 你買第二杯有折了 或者叫你一炮過買幾杯 它要不就給你一張小飛 寫下吸了印 你下次來同一間就可以喝第二杯了 因為很少一次要買兩杯 一會兒就喝兩杯也沒可能的 一會兒就存在手機的APP上 那你就可以下次就可以去買 太多這些微細就不行了 後來還搞些什麼雞翼 或者什麼麵 這些什麼 越搞越多 都是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你看到自己 咦 那樣東西不行啊 我的招牌貨不行啊 因為它其實保持著 每個禮拜也好 已經不停會有些芒果 會送到來的了 因為它的招牌是芒果嘛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哦 我們芒向的台 當然裡面的東西跟芒果 所以就叫許劉先生 因為這家人太多芒果了 我都很喜歡看他們 那時候的人在那裡做那些芒果 可以學一下怎麼刮那些芒果肉 我自己每次回香港都喝幾杯 是嗎 吃過什麼 那隻叫做楊之金佬嘛 它最出名的 楊之金佬 楊之金佬 也有 那個名字覺得不錯 沒錯 這個是很懷念的 因為我讀中學的時候 它已經有了 在旺角電腦中心那裡 隔壁 附近不是隔壁 應該是對面那裡 當時還有涼茶 以前還有一條冷腔 一檔牛腩麵是很好吃的 不過其實那些東西已經不見了 那些東西 是 腩子很臭的 我記得 但是有牛腩麵吃的 咦?那間? 很香的牛腩麵 你知道是在旺殿那裡嗎? 是啊 還在那裡? 兩兄弟嘛 兩兄弟做的嘛 還在那裡嗎? 我上次回去看到沒有開檔 是啊 沒有呢? 沒有了嗎? 我上次回到19年看到沒有開檔 不過不知道 我還在那裡 我還記得那天之前訪問過 兩兄弟在那裡做牛腩麵 OK的其實 是挺好吃的 是 相當多了 集體回憶在香港來講 又少了一個 都沒辦法了 抵擋不住了 現在那個19個問題 少了一些旅客來喝 或者來光顧這個許留山 他真的淡靜了很多 這個香港的許留山這件事 希望繼續支持我們 芒向的許留山 或者我們其他的主持 就是最好不覺的 沒有了香港的許留山 已經有十幾個負評了 有些人專門做這些事情 是啊 沒有辦法 希望大家的政庭 可以給一個手指弓向上 快點過他們 還可以蓋過他們 要不然我們都 面對著一個 繼續做下去的困難 當然不只是那個手指弓 按向下 都可以按死我們芒向 還有其他不同的事情 影響拍片的 其實那個手指弓是 他們是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才要這樣對我們 就是要我們滅聲 其實某些人是 還要是追擊營那種 那個厲害 所以James現在很嚴重 就是他現在刪的那些留言 基本上 其實我們都很嚴重 因為我們是斷條計去給錢James 不怕告訴各位兄弟聽 就是這個月要給的錢 就多了很多 真是慘了 真是 沒辦法了 希望大家留一些正向的留言 幫我們都頂一頂 那些支持 加油 希望真的寫一下 發表一下大家的意見 幾句都 小小的一句都可以了 只是太多加油 就成功又不是那麼好 不過這個我們都不敢 要求大家太多了 大家聽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 最大的支持和鼓勵的了 這次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